大家好,我是苏小河 今天我们说点好玩的话题 我们说说谁呢 说说华春莹 华大妈 说她是华大妈 你们可以说 因为你们都年轻 我是不可以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年纪肯定比她大 但是我还是随着网上的朋友 都一起叫她华大妈 为什么呢 因为她最近给她弄出了一个小视频 就是她在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 大骂美国满口谎言 然后我们一不撒谎 二不什么什么 这句话是以前的 最近又说了一通话 一次又说我们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们中国共产党很光明磊落 我们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你们美国的政客 你们满口谎言 你们跟我们中国过不去 你们什么意思 然后就有人拍出她说话的时候 她眼睛就眨巴眨巴 眨得非常快 而且她眼睛说的有点不礼貌 就因为她也是个女性 我们就尊重她 但是我们客观的描述一下 一个物理的现象 就是她眼睛本来就是 她眼泡很大 完了以后她好像也没洗脸的样子 那不至于的 就是她整个脸上的肉 它有点下垂 你知道吧 因为她有点偏胖 要是下垂 完了以后脸上的肉是浮肿的 不知道她是因为营养过剩 还是因为晚上没休息好 反正就有点浮肿 一看就是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张脸 然后她眼睛她是个单眼皮 然后上眼皮又有点浮肿 所以她眨巴眨巴 她特别的醒目 一秒钟过去眨巴了十好几次 所以有人就说 你看你看这个女人 她在说别人满口谎言的时候 其实她知道自己在撒谎 这个身体的东西她是挡不住的 这个到底我是承认的 一个人你的内心有什么 你的外在就是什么 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话嘛 就富有诗书 气自华 素氏的名句 所以她那个华盛宁这个人 整天是以撒谎为置业 这是她的工作 这是她的使命 所以天天撒谎 但是她身体会释放出某一种信号 一种谎言的信号 你看相比之下 这个台湾最近好像有一个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 那叫一个年纪其实也跟他差不多 但是那叫一个漂亮 那叫一个收拾的端状得体 美丽动人 这我真不是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台湾的那个外交部的那个发言人 那个样子其实也是人到中年了 跟华春莹应该差不多的年纪 那个造型 你看那个我要搞不清楚共产党 土工土工每天骂土工 为什么会骂土工呢 这个东西要说一说 土工的第一次就是土嘛 就是不好看嘛是吧 有人叫土工我是说土工 还有人说的更难听叫土狗 那土狗是什么就没样子对吧 不美 土工呢就是一帮农民 打江山坐江山坐在那里土不垃圾的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就是这样 你看习近平这个人 穿着那么明贵的西装 但是总感觉就是土不垃圾的 特别土不好看 华春莹是这样子 你说一个女的 其实华春莹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 学生时代他应该是个美女 他五官吧 虽然也谈不上特别美 但是还是应该是年轻的时候 蛮好看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天天就撒谎 就搞这些言不由衷的事情 时间长了 他就反映在身体的上面 就构成了一个谎言的一个象征 我真的会 就是你一个人不要撒谎 你长期撒谎 你的脸会猙獰 你会拧巴你知道吗 北京人说话就拧巴 你会别扭知道吗 然后你会时间长会看得出来 所以有人说为什么中国人不会笑 为什么中国人一个个看上去苦大仇深的 以前陈丹钦说 说这个中国人在北京街上走的话 你如果拿一个摄像机 你把镜头就对在后面 你漫无目的在街上走 你在长沿街上走 你从西单一直走到复兴门 你一走你会发现路上的每个人 都是长着一张苦大仇深的脸 每个人都是紧张的 每个人都不会笑 但是你如果在纽约 或者在美国的某一个 即便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在 每个人的脸都是一张微笑的脸 都是一张承担心想 就是一幅没有受人被人欺负的脸 对吧 这个观察是有道理的 但是为什么呢 我们要问凡事要问为什么 而且我说过一个人就一个问题 你问你如果能够提 你一连提出七个线性的为什么 七个 那么你一定就是要么就陷入沉默 要么就相信上帝 你一定要有能力提出七个为什么 而且是连续性的提出 构成一个线性的追问的过程 那么你要么就陷入沉默 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教学法 苏格拉底那个时候教学 他就是在希腊的某一个广场上面 然后就摆了一张桌子 然后在那里对路过的人 说过来过来过来听 我苏格拉底给你上课 然后上什么课呢 他根本就不跟你讲一套道理 他就提出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就讨论吧 来你来提问 然后我来反问 这个完美就是一个一个的问题 追问到最后就是一个人 他要么就承认自己是无知的 要么就是不说话陷入沉默 叫是语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人就只有两种结果 因为苏格拉底那个时代的人 他不认识上帝 他们想象的上帝是一个抽象的存在 是一个虚无的存在 他没有一个明确的上帝的存在 所以他要么就是承认自己是无知的 我最大的智慧就是我知道我自己不知道 这就是希腊哲学的智慧 然后要么就是我心里不知道 但是我又不承认 那我还是选择一种智慧的方法 我沉默我静默 圣经理有这样的话 你只管静默你不要作声对吧 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你是你又不知道 你又不承认你不知道 而且你还在呱唧呱唧呱唧说 这就构成了人类的一个普遍的 一个人性的现象 一个幽暗的现象 就是谎言现象 所以华春莹就是这样子的 他长期撒谎 他那个眼睛眨眨眨眨眨眨眨 哎呦那叫一个难看 那叫一个土 真的很土 你看他那个样子 哎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打扮一下 你是一个厉害了我的国 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自己觉得自己什么 你要主宰人类命运的 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这么一个领袖式的 这么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部的发言人 你把自己收拾的好看点 你穿几套像样的衣服 你把你各方面你要收拾一下 中国人都不收拾 我告诉你我们很多人也不收拾 很多人就是你收拾不是说非常浓重 但是你感觉到你这个文明人 或者说高雅的人有审美能力的人 真的你会发现他有收拾过的 有收拾的痕迹 他不是说就是一滩滩泥跑过来 就跟你刮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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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句就走了 你感觉到他非常精致 就是这样你看他台湾的那个 我们不说白人了 我们就说这个台湾的外交部的发言人 也是个女的 我还没记住她的名字 我就扫了一眼 因为我觉得这个女性 真的是一个非常优雅得体的一个中年女性 让人看着就是舒服 真的 脸上真的就是因为没有谎言嘛 所以她是非常舒展 说话非常的让人快乐 就是这样子的 非常的有感觉 就是这样子的 那华春云就是这么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就这个话题讨论一下 我们要从华春云的那种眨巴眨巴的眼睛 从他满脸的下垂的肉 从他的这些年的一些谎言的现象 我们就谈讨一个人性的一个基本问题 我们从所谓的热脸人物 华春云出发 然后我们要谈讨一个严肃的问题 就是人类的谎言命题 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传统 它有一个人类的法律的源头 上次我也说过 是就是摩西十戒 这个摩西十戒十戒使用十条 我告诉你它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第一条到四条 这是属于人类的行为准则 人类的法律的精神的基准前提条件 后面六条才是人类行为的准则 所以重点是在前四条 那前四条熟悉圣经的人知道 不外乎它就是讲的意思 它说圣经它就告诉你 律法书告诉你 摩西的律法十戒告诉你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或者说它说你不要拜别的神 你不要雕刻偶像 为什么不要雕刻偶像 因为你雕刻偶像 你去拜偶像 你不拜你的唯一的天赋 你的真神 你要守安息日 也是为了拜那个唯一的真神 所以它反复的讲一个道理 就是人类它是有一个关于上帝的一个想象的 人类关于一个上帝存在的一个想象 无论是什么人都有的 中国人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中国人说人在做 谁在看 天在看 天是什么东西 天是heaven 天是sky 不知道 所以中国传统这个诗经里面 它是有上帝这个词的 然后孔子说天道 其实它都是跟希腊哲学一样的 古典哲学一样的 它因为对明确的上帝 唯一的上帝 他不知道他不认识 所以它构成了人类对天道 对上帝的一个虚无的理解和想象 是这样子的 但是犹太传统 圣经传统它不一样 因为它有一本书 上面写着上帝是什么 谁是上帝 所以上帝自己说是什么 有几个中央的关系词 比如说I am 还有说过去非常简单的话 就是我是你们的神 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是什么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他非常的清楚的 就是说 就是这句 打个简单的比较 就像一个婴儿 我们就是一群婴儿 知道吧 我们想寻找我们的天父 寻找我们的爸爸 可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爸爸长什么样子 我们早就忘记了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你是一个天父的 天父的亚伯拉罕 以撒子神雅各 三个条件 一个都不能少 这时候我就知道 你是我的父亲 所以我们认父亲 不会认错的 是吧 而且我们看父亲 我们说 我们不能随便抓住一个人 一个长者 我们说爸爸 我不会这么说的是吧 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可是由于人越来越骄傲 越来越无知 他最简单的尝试 他都不能理解 所以我说了 你不能对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一个长者 一个七十岁说 父亲 你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你明确的知道 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 信仰也是如此 那个神就是我的唯一的真神 他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圣经里面写着 所以圣经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 是一本人类的使用说明书 是一本上帝之书 你当你思考什么是上帝的时候 你不要自己瞎琢磨 你离开了圣经这本书 你所有的琢磨都是瞎琢磨 都是非常可笑的 而且由于这个可笑 又导致你进入一个偶像崇拜的状态 就是你随便抓住一个东西 都把它当成神 这是人类非常无知的一个境况 所以你看在日本也是这样子的 日本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根筷子他都是神 八百万个神 天皇也是神 对吧 那中国人也是一会拜菩萨 一会拜孔子 一会拜这个 一会拜一会拜道教 反正各种啊 人在无知的情况下 人在不认识自己的真实的情况下 一通乱拜 所以我说的是摩西世界的前四条才是最重要的 让你知道什么是唯一的天赋 唯一的真实 这个时候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以后 然后你才开始思考你怎么去做一个论理人 做一个法律的人 后面的六条是这样子的 其中有一条就是你不要做假见证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心里所住着的那一个神 他不是真正的神 你这个人一定处在一个谎言状态 人在上帝没有同在的情况下 毫无疑问的理所当然的变成一个撒谎的人 这就构成了人类社会最醒目的 也是最古典的 也是最普遍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我说人人都要撒谎呢 因为人骗你的上帝 人不认识天父 上帝不在你的心里 只要上帝不在你的心里 你一定会撒谎 所以我就讲说这个 如果说这个摩西世界没有前四条 那么摩西世界就没什么太多意义 它就相对于亚历斯多德有本什么叫 尼格马可论理学 中国也更有一本论理学的 我们称之为是叫做什么 圣人的书 就是论语 圣人的书 论语是一本论理学之书 它在时间的维度上 跟那个亚历斯多德的尼格马可论理学 它是一样的 但是它都没有一个圣经传统的 上帝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摩西世界的 一个前提条件在 所以这样的东西 它就是人与人之间一个伦理的一个教训 我们中国人叫启蒙 人怎么能启蒙人呢 首先你必须把前提条件建立好 然后再思考人的行为 这就打个简单的比方 就是你一个运动员 你都没有一个跑道 没有一个起跑线 没有一个冲刺线 你怎么可能跑出好成绩呢 对吧 还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阳光 没有空气 你怎么生活呢 你怎么思考呢 一个道理就这么简单 可是我们就不知道 所以我们说圣经 它是一本非常复杂的书 是的 可是它也是一本非常简单的书 你只要你是一个人 你如果是一条狗 是一条是一个猴子 那我们不跟你探讨信仰 但是你只要是一个人 你必须要回到这个东西 因为你有能力探讨 有能力探讨 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人 所以这个谎言呢 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 每个人都有 我们从小就是撒谎长大的 这个比如说这个 由于我们没有这个信仰 由于我们不认识唯一的真身 所以我们就处在一个谎言的状态 这个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是做的最多的 我曾经写过这篇文章 我给大家念一面 我觉得我觉得我写完了以后 我挺挺感动的 比如说 那些由人所建立起来的论理学的常识 如果没有上帝的 唯一上帝的同在的前提条件的话 那么都属于正确的废话 谁不会把谎言挂在嘴巴上 头头是道呢 中国的知识人从来都说 鹅官伯代 咬文教子 先教育皇帝 再教育百姓 话说的越动听 距离常识和道德越遥远 我们从小就告诉我们 不要大王啊 可是我们人人都是撒谎的高手 为什么 你想想为什么 我说我要连续追问七个问题 中国人一般追问一个问题就停止了 甚至是连一个问题都不想问 他就停下来了 比如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尊重生命呢 长期来看首先是知识人带坏的 知识人首先带坏了官僚 然后带坏了百姓 当官僚和百姓构成一个整体 反过来略带几个书生 那是再合理不果的事实 所以你发现知识分子在抗拒圣经 抗拒上帝的时候 他是跟中国的民情知识一模一样 比如胡适之蔡元培 这些我们过去真是 分为圣人的知识分子 今天在我看来他一堆的问题 满口的自由主义 满口的这个什么美学教育 你这个蔡元培 我们称之为中国最好的大学校长 就提出这样的话 我们要用美誉代替宗教 用美誉代替信仰 你帮帮忙 但结果却是什么呢 就是敌自由、敌美学、敌常识、敌真理、敌基督 毛泽东这样的流氓 不过是比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 更凶狠的冲在最前面的一个打手 你知道吧 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些人 是冲在这些知识分子前面的一个打手 这个毛泽东这样的人 就是胡适他们这带人 就是教育出来的 你知道吗 你以为呢 所以这个国家到今天变得像地狱一样 最应该反思的就是知识分子 他们像一群瞎子 引领着一群更瞎眼的 是乌合之众 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一群谎言的高手 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群瞎子 所以谎言遍地 从华春莹那眨不眨不的研究 我们一发现 中国时候最大的问题 就是谎言遍地 这才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 也是最基础的问题 那么说公权力撒谎 是建立在每个人都撒谎的基础之上 而每个人都撒谎呢 是因为传统观念 缺少对谎言的形成的形而上的一个变系 以至于我们今天虽然知晓谎言的有害性 但每个人都不足以成为 对谎言保持绝对警醒的一个自由的个体 所以当一个人你无法控制自己谎言的冲动的时候 你这个人不是一个人 真的 你至少不是一个有常识的人 我说过这个什么 撒谎的人是看不见自己的人性 他的黑暗的漏洞 就像华春莹炸巴炸巴的眼睛 然后指责别人谎言 他完全看不到自己的 处在一片黑暗之中 如果一个人非要指出他的漏洞 那么他就让我闭嘴 你像我这样的人就说一些简单的尝试 然后就让我闭嘴了 所以有些话 就是一个小孩子看见一个皇帝没有穿裤子 怒着他的生殖戏呢 然后说出来 然后父亲赶紧把他嘴巴就捂住了 不能说真话这样吧 中国社会就是共产党要么让我闭嘴 要么的就让我消失 如果这个我有一天我权力加深 我也会这样干 你批评我是吧 把你关起来 你再批评我是吧 把你杀掉 如果我有这种能力的话 这就是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政治的谋略 什么叫后黑学 这就是后黑学 这既是一个历史描述 也是个个人的经验 前者构成一部大历史 后者构成一部私人的闹剧 加起来构成人性的本质 构成地狱一样的中国 所以谎言这个东西可不是说那么的 简单的一件事情 也就意味着当什么 一个人长时间如果不反思自己的错误 甚至以新的谎言 遮蔽旧的谎言的时候 以新的邪恶粉饰旧的邪恶的时候 这个人这个国家就处在一个巨大的暴影之中 这构成了一个法律的秩序 应得的赏罚 这是一个普遍的秩序 适应于任何人 也适应于任何时代 也适应于任何国家 所以当一个人的生活 或者一个国家的公共生活 出现难以承受的动荡 会与毁灭一定是这个国家 或者这个人的开放式纠存的能力 出了大问题 而且此时此刻的苦难 中国人此时此刻的苦难 只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暴影 接下来还会有更大的暴影 是纷支它来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是如此 智慧的人们能够提前感受到灾难来临了 采取适当的措施 保全自己的生命 而那些愚蠢的家伙 必将在亢奋与无知之中 在这个一边又一边的谎言之中 变成灰臣 毁灭 所以这就是华春莹 眨巴眨巴眼睛的华春莹 此时此刻的这么一个生活的局面 其实是非常可悲的 所以我曾经在微博上写过一段话 很多人在转载 好像是很多人到今天还在引用 虽然我早已告别了微博那个地方 不让我说话了 所以我说的是什么呢 说人如果做了错误的事情 被追问 第一个反应是不承认 是撒谎 你看这是第一个反应 今天的华春莹今天的处共就处在意 她做错事情 给这个世界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当全世界在追责的时候 她撒谎 不承认 对吧 不是我干的 一会儿说美国 一会儿说法国 一会儿说意大利 一会儿说这些那些的是吧 你钟南山这样的就撒谎 撒谎 不是我干的 第二步是什么 接下来你会看 第二步是寻找一大堆理由 自愿其说 所以你看那个王毅这个家伙 这里看了一个非常荒诞的搞笑的事情 说我们中国人感染的人数是整个世界的 这个全世界中国之外感染的人数 是中国感染人数的1% 那中国有99% 那他死了多少人 他多少人感染 这话说实话了吧 就是他自圆其说 也还是推起责任 知道吧 第三是什么 责怪别人 现在中国人也这样干 就你美国 就你满口谎言 第四是什么 是沉默 你放心 有一段时间他会沉默的 共产党他现在搞不定了 他说也说不过 打也打不过 他就死住不怕开水 就是这个牙口一咬 就是习近平那个样子 然后满脸的无知 蛮横 不说话 沉默 然后沉默之后呢 最后一步 如果有可能的话 比如说被打趴下了 你比如当年晚清时候 就被打趴下了 然后就是我错了 我给你赔钱吧 对吧 所以就有所谓的 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我告诉你80个年纪 180个年纪 肯定找中国人索赔 中共一开始肯定会 现在处在一个 处在一个耍赖的阶段 接下来你放心 共产党他打也打不过 他骂也骂不过 最后他必须要赔钱 没得说 我告诉你 中共存在海外的 那么多的银行账户的钱 尤其中共官僚的钱 最后都要被美国人 被其他的国家的人收走 必须要赔钱 不赔不行 你看着吧 所以到那个时候 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国内的统治 为了保全自己 继续对中共的批民的奴役 割韭菜 他会宁愿把国外的东西放弃掉 然后就是割地赔款 割地我不知道 反正赔款是肯定要赔的 所以那个时候 他会悄悄的对美国人说 悄悄的对德国人说 悄悄的对日本人说 悄悄的对法国人说 我错了 我给你赔着钱吧 我给你赔着钱 所以这个过程呢 是一个像错误 不断的放大的过程 以至于无可挽回 念忏悔的机会也弄丢了 其实智慧的人 聪明的人 应该首先说我错了 对吧 比如说我有时候想想共产党 这是不可能的 我这是想想 面对这个给全世界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他其实完全可以说 哎呀对不起 对不起我错了 我是我的实验室的失误 我管你的问题 我对不起 我给这个世界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我中国也处在一个巨大的灾难之中 我也死了 不少的国民 我错了 我向全世界道歉 我忏悔了 这个时候你想想西方人他是很小心心的 我跟很多外国人打架了 他们也是这么讲的 什么说哎呀你们也不容易 你们也我们就不那个什么了 所以西方人他这个时候 他爱的那方面 他就会爆发出来 他就会同情秩序 他说那算了算了 你都承认错误了 西方人最会怎么干 可是中国人不同 他不愿意你知道吗 他12345 他不不做错 真的 他不不做错 他死住 他还把错误推个别 别人耍那死 真的你就最后就越来越大 最后就迎来一个巨大的惩罚 巨大的报应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还是要记住圣经理的话 啊圣经理就是上底脚的时候 烦恼的心他是非常刚硬的 他不会承认错误的 他会一条道走到黑 所以我说共产党完了 这次真的完了 谢谢大家